欢迎来到MOVING24H频道,请订阅频道,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今天我们想向您发送以下时事通讯。 王一博待遇不一般,流失失背冷落。 周迅一出场就是众星捧月。 香奈大秀,齐聚了很多当红艺人加入。 在活动现场,有眼间的网友发现了周迅、王一博、陈伟霆、刘失失、张子峰等影视大咖的身影。 顶流王一博现身了。 他穿着牛仔服,戴着印着品牌名字的眼镜,穿梭其中。 在观众席,王一博和刘失失、陈伟霆等人坐在一起,很有电影质感。 王一博还往日酷酷的少年气质,旁边的陈伟霆,倒是显得成熟了很多。 一身喀色的衬衫,坐在那里斯文儒雅。 值得一提的是,他坐着的位置还是很靠中心的。 左边是湘奈尔的亚太CEO、全球CEO、时尚大总裁。 四位高管左右两边,分别是奥斯卡影后玛丽。 可以看得出,品牌方对他的重视了。 在活动现场,来追踪他的粉丝们也是笔尖接种,他还很热情地和品牌方握着手。 在外面的应援图片中,他和周迅的名字,也是放到了最为醒目的位置。 而旁边的刘诗诗,就有点尴尬了。 看看下图,周迅的名字出现了最少四次,王一博两次,景百然两次。 刘文和陈伟霆一次。 和王一博周迅的宣传海报相比,刘诗诗的名字都小到看不见了。 这也难怪粉丝们要抱怨了。 影视圈就是论资排辈的啊。 粉丝们破防,大家也可以理解。 刘诗诗的装扮,倒是引发了小编的注意。 虽然不太被重视,但是刘诗诗的造型,气质都是不遑多让的。 他一身简单的米色连衣裙,优雅高贵。 除了这幅图之外,有观众还放出了他出发去深圳的照片。 黑色套装,黑色于肤帽,又美又撒。 整个人的状态还是不错的。 也希望刘诗诗能够接到更好的剧本,有了流量和人气之后,这样才能够引发品牌方的重视吧。 张子峰作为新晋的影后,最近活跃在了很多的商业活动中。 虽然年龄小,但是气场也渐渐建立起来了。 他坐在观众席上,还是以往乖巧可爱的样子。 景百然,一身黑色的西装,大气儒雅。 作为青年演员的代表,景百然的演技和影视资源还是相当不错的。 坐在他旁边的,是气质美女张军宁。 笑叶如花,美得脱俗。 张军宁已经41岁了,生涂看起来有点沧桑。 但是皮肤紧致,美女气质还是很不错的。 同样是气质美女的,还有新直磊。 新直磊最近上了一部热门综艺《花与少年》,收获到了不小的关注度。 热情活泼的性格也很吸粉。 这次的活动,她还是黑色服装,很有气场。 低胸的晚礼服,也很性感时尚。 旁边的刘文和她在一起,豪门姐妹的既是敢有了。 最受关注的,还要数这一次的周公子周迅了。 周迅是一位实力派演员,出演的经典角色无数。 有经典作品加持,周迅不管走到哪里,都是众星捧月般的存在。 比如今年的好极场主流大会,周公子都是坐在第一排。 人的自信和底气,始终源于你的实力。 在镜头前的她,落落大方。 旁边是中法影后玛丽昂,排面杠杠的。 哪怕是一身简单的针织毛衫,也被她驾驭得恰到好处。 今天周迅和王一博一起,共同学网球的消息也上了热搜。 有网友晒出了自己在网球球场,见到周迅的照片。 她和王一博认真挥拍,相谈甚欢。 一位是实力派大咖,影视前辈,一位是流量明星人气偶像。 两人在一起又会碰撞出什么火花泥,说不定以后还有机会合作呢?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、充满活力。 再见。